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大 那今天跟大家來聊一下 2022年初 我們就有發佈一支獨家工法 深層排水 在剛發佈的時候 其實被攻擊得蠻慘的 後續就開始起風了 越來越多的人講說 其實他們早以前就開始這樣子做 好 那這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樣一起去討論 讓我們整個施工品質可以大幅提升 右邊三顆零件是業主們提供的 希望我們去安裝 這邊就是我們的做法 今天主要是來回復一些業主 我們為什麼沒有去使用他們提供的這些五金 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 那陳大在這邊再稍微簡單講一下 我們的深層排水 深層排水它其實是搭配泄水 搭配整個工班的一個協調 全部綜合起來 成為深層排水 那你如果泄水做得不夠好 水就排不掉 那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的深層排水 必須搭配 第一個把排水 改到角落 像這支管子 原本大概在這個位置 從這邊接過來 配到這裡 那配到這裡 我們有要求一個尺寸 大概牆壁出來 6.5到7.5公分左右 這邊也是這樣 6.5到7.5公分左右 現在換做防水的師傅進來了 這個管子鋸掉 它會稍微抹一下 讓水的整個流向更明確 因為我們 專門做舊屋翻新 舊屋翻新業主最在意的問題就是防水 所以我們一定會去做製水 到時候整個防水做起來 這個洞也會暫時封掉 通常我們的師傅會拿個瓶蓋 記號坐在上面 然後下去放水 經過測試沒有問題之後 才把洞割開 把防水稍微往內側 像這是我們一般最常用的地板排水 我們放上去之後 我們的旁邊大概都剩下 1.5到1.7公分 就是磁磚的厚度 用我們壁磚還沒貼 整個磁磚貼起來之後 這個地板排水剛剛好就是在角落 我們整個泄水 就可以很好調整 全部往這個地方來 那像這兩顆五金 是同一個廠牌 這一顆是另外一個廠牌 那這一個A廠牌 它有做L1 這個B廠牌 目前為止 只有做直通 不管是我們採取最傳統的零件 或者是這幾顆零件 打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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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後 地板排水距離打底層 大概都是3到4公分的磁磚完成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顆五金下面是全空 磁磚完成面水 這樣流下來 流到磁磚縫裡面的水 也是從這邊流掉 這顆五金 也是一樣 3公分的磁磚 它也是從 旁邊的縫流掉 這一顆也是一樣 一樣流下去 這一顆五金 也是一樣 也是從旁邊 好那就有朋友說 人家這個還有插一截管子 好 那承大家 用給大家看一下 好有插了一截管子 那這個高度大概就是 4公分左右 因為它旁邊還是有縫 不然它不需要去開車接口 全部都是一樣 經過磁磚面 流到這下面 這顆零件 大概在20塊左右 這個零件 聽說都在300多塊 那相信經過剛我的解說 大家都可以知道 其實它原理 一模一樣 再來承大家去講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大多數的新建工程 都是用2英寸的管子 在當排水 那舊物翻新 因為以前舊的管子 大部分都是這個 1英寸半 這個是2英寸管 尺寸完全不符 舊的管子 可能都只有1英寸半 我們也看到了 它其實也沒有到很密合 那真的密合要什麼狀況 我們看一下 1英寸半的零件 1英寸半的管子 要有一點點緊 加上我們抹塑膠油的時候 會有一點潤滑 剛好下去 那才是最佳狀態 所以 A廠牌的這個磁通 大概勉強還可以用1英寸半 這個L彎 可以用2英寸 沒有問題 這個B廠牌 1英寸半 下不去 2英寸 這麼鬆 1英寸半的5斤 這個已經是擴口了 給1英寸半的管子切的 來到這裡 還是下不去 這時候如果我們也一定要接 我們就要去擴口 這個5斤有擴口 這樣才接得下去 那直通管 一樣 正常的擴口是不行的 我們要再另外擴口 它才有辦法接好 那擴口 對水電來講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難度 但每 多擴一個口 增加一個風險 三大區看了一些信件案件 其實 大多數的水電師傅 配管的時候 直接放上去 然後我們剛剛講過 它其實是不吻合的 那這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下一集我們會實測給大家看 這個是 承擔不用這些5斤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假設我們今天這個地牌 就在這間廁所正中心 因為現在大家貼的磁磚越來越大片 以前可能20 20 現在 基本款大概都已經到30 30 一片 平的磁磚 你要讓它水 流到這裡 再從這邊流過去 如果你沒有切割 是做不到的 因為它整片 所以如果你的地板排水 不再邊邊攪攪 那這時候就必須透過磁磚計劃 先去做磁磚的分割計劃 讓這塊磁磚的水可以流到這 這塊磁磚的水可以流到這 所以我們會發現 一些舊房子 排水在這邊 結果那邊在擠水 為什麼 因為水從這邊流過去 沒有進去的水 它就繼續往那裡去了 所以就容易流在那裡 所以 我們才會把排水改到角落去 改到角落去是 磁磚師傅最容易調竊水的 也最不容易造成積水的 那如果說在中心點不是不行 而是要 去透過一些磁磚計劃 要不然就是你磁磚必須去切勾 讓這個水 可以四個方向都往這裡來 假設這已經是磁磚完成面 貼好磁磚了 我們的地板排水放上去 是大概這樣 水 就全部都流到這裡來 A廠牌的這一顆 我完全靠牆壁去安裝 我剛講過這是磁磚完成面 它沒有辦法靠牆壁 A廠牌的另外一顆 是OK的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B廠牌 如果我今天靠牆 現在磁磚是這樣的沒有問題 其實有看到 我們是靠著牆的 那這時候 其實這邊的防水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技術性 因為 異材質 完全沒有縫 這邊就是要 很小心的處理 像我們的 旁邊水泥沙 都可以正常的回填 做完防水 地板上去 排除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要嘛太大 要嘛完全靠得牆 增加防水的不確定因素 所以這個 也是我們不使用它的原因之一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外 最重要的問題 從高高度 從高度20公分 我們現在三個的基本條件都一樣 1吋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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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做法 這裡 就是打底完成面 我們打底完成面 距離原始層 大概是6.5公分 那我們的磁磚完成面 打底面起來大概 3.5到10公分 這就是我們的磁磚完成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旁邊都有縫 讓流到磁磚縫裡面的水 可以從這個縫 流掉 我們講過我們專門做舊物翻新 有改管線 A點到B點 就一定會有一個管線墊高的問題 那我們劇調的一個最大用意就是要 降低廁所的墊高 再加上磁磚面 大概3到4公分 所以將來的磁磚完成面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做法跟這個做法 明顯高度就已經差了2公分 那不要看2公分 在我們舊物翻新裡面 這個零件牽涉2公分 那個零件牽涉2公分 整個高度 插起來可能就差7-8公分 像以前的做法 打底層 過來 還有管子 結果流到磁磚縫裡面的水 都排不掉 水 是最好溶解劑 就從管子旁邊 開始溶解 我們看到上方 這就是從旁邊在漏水 層大坐在這邊 已經被滴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們這種做法 在相同條件下 地板是墊高10公分 第二種一樣是1英寸半 轉2英寸 但是沒有像我們的 有切到剩0.8或1公分 為什麼沒有切 1英寸半管 本身管徑就已經小了 如果再切下來 排水管徑就更小 會導致排水的速度 降低 所以 這種做法 就不適合了 它就是 直接不切 廠商的做法 還要套一節管子下去 再把地板排水放上去 我們再量一下目前的高度 15.5 這個做法10公分 這15.5 高了5.5公分 那當然 這支管子可以再短一點 現在這支管子 3公分 那我們就可以看 打底面到池中完成面 增加的厚度 是4.5 我中間套了一個 3公分的管子 那能不能再降低 當然可以再降低 這個是2公分的 2公分的吐露 加池中完成面 是4公分 如果要做到 跟層大 他的做法一樣3.5 那我就必須用 1.5公分的管子 這樣子大概3.5左右 好那這種做法 打底 防水都做好了 很多師傅 就是會這樣交給 磁磚師傅 套了一些管子 避免東西掉下去 做完之後 有的人就直接抽掉 那你一樣是沒有管子 有的師傅 他可能就是 切到跟磁磚完成面 一樣高 來3.5 這時候 你再去裝地牌 地牌又高出2公分來 又比磁磚完成面高了2公分 那你只好再去敲這個管子 這種管子 你連弗仁達都切不到裡面 那你只有用敲的 你敲了他已經裂 那又等於沒有這支管子 那其實陳大勇 稍微仔細計算一下 如果要這種做法 要切一個1.5公分的 2英寸管 放下去剛好平 如果你這樣交給磁磚師傅 磚師傅 會暫時先拿個 比如說 水泥袋啊 或者是 泥袋塞起來 他就可以去貼 貼完的同時他順便把地牌裝上去 旁邊一樣是沒有管子 所以 在這種做法最佳狀態 就是切一個1.5公分的管子 讓這個蓋板不會跑而已 我們這個打底完成 就大概是10公分的高度 再加上我們磁磚 需要大概3.5到4公分的完成高度 大概在13.5 這已經是最佳狀態了 講到這裡 應該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有沒有這支管子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第2種做法會比第1種做法高出3.5公分 第3種做法 1英寸半管 轉1英寸半的零件 這個武器是塞不下去的 所以要像我們那樣子破管 把它插下去 因為我們剛剛第2種做法就是用 1英寸半轉2英寸 你要去縮管 真的太耗工了 所以我相信 大多數的師傅 一定配完直接放上去 這種做法 其實安全性 還算高 因為我們是自己擴管 擴到跟 補金一樣 一樣的問題 有沒有這些管 不是那麼重要 我們放個1.5公分的管 好 吐露 從打底面到完成面 大概3.5公分 那我們去看 總完成高度 13.5公分 其實 這兩個的完成高度是差不多的 各有各的好處 1英寸半轉2英寸 可調範圍比較大 1英寸半轉1英寸半 雖然可調範圍比較小 但是 我們可以經過視線的縮管 減少漏水的問題 我們經過 實際的測試 一樣的狀況下 我們的磁中環層面是10公分 這兩種磁中環層面 大概都是 13.5到14公分 就已經直接多出 大概3.5到10公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高度 10公分 是我們這邊的完成面 這個是14公分 這種做法 就是要多墊高這一集 因為我們這一集是針對 中古屋 跟新建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中古屋 地板 我們想盡辦法 再讓它不要墊高 除非 CP值真的夠高 做更好的真正 排水搭配 不然 實在是沒有理由 去多墊高 這個3.5到4公分 這個 也是我們 不使用這個五金的 原因之一 中古屋 這個五金在 新建工程 可能還 有討論的空間 但在中古屋 就有成大實際 現場 實測 目前 發現的 三大主要不用原因 第一個 大小 沒有辦法搭配到我們角落 這個 最佳排水位置 第二個 管徑 既不是1.5 也不是2 那這個是 都要經過特殊的加工 照一般師傅的做法 都直接放上去而已 它增加了一個漏水的危機 那第三點 墊高的 高度問題 當然有越來越多的廠商 在開發這一些 周邊零件 那我們也希望 廠商能 接收到我們的一些 意見 然後把這些五金 改善得更好 那也跟我們尊貴的 業主說真抱歉 設計師對這種東西的 了解 沒有那麼深入 然後答應了你 然後又沒有使用 那這一點我們非常抱歉 但我們真的是以 品質為優先考慮 目前 陳達個人覺得 還沒有很成熟 還不是很適合用這種五金 一定會有廠商 開發出來 改善工程品質 就是 大家共訪的目標 80%的中古屋翻修 都是因為漏水 所以我們 今天既然翻修了 就要把漏水的問題 做最好的妥善處理 小小一個零件小小一個動作 稍有不剩 就會導致漏水 這是一個還蠻深入的話題 下一集我們會有一些 實測的影片 然後分享給大家 我們三星整合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